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节欢迎整点新闻 先开始先来关心五月报税月即将到来 因为国内的物价上涨超过3% 台政部依法减税 102年度综合所得税各项扣除额 客税几聚等都调高 平均每户可以少缴2150元 估计全国大约350万户受贿 但是民众认为2000多元的帮助不大 反而希望物价能够低一点比较实际 因为在摩西汉堡打工的女大生 控诉日前在工作时为了救火 双手跟背部都有20%的二度灼伤 结果事后公司虽然是表扬了他 不过在劳保理赔时 却把意外指向是他一个人所引起的 而且态度相当的冷淡 让他非常难过 欢迎大头条 带您关心国民党台北市长党内初选 最终是由连胜文获胜了 昨晚7点左右连胜文发表了胜选感言 还感谢民众和党员给予的支持 那对于三位对手感到钦佩 还以走过深山幽谷来形容 这段期间自己的心情 那更强调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 要如何让国民党团结 赢得年底选举 现在上次来看到 昨天在投票时 连胜文是全家大动员 包括了他的太太蔡一山 还有爸爸和弟弟 全部都来为他加油打气 另一位立伟丁守中 因为老婆和儿子都不是党员 所以是单枪匹马来投票 好国民党台北市长初选初炉 立伟丁守中输给了对手连胜文 他跟儿子丁世杰一起献身 那对于在党员投票中大败 他坦诚的确受到选前黑寒的影响 不过他认为自己虽败尤荣 也愿意全力的支持连胜文 而一旁的丁世杰呢 则是为父亲的败选 忍不住落下男儿类 持续带领关系 南韩岁月号船难事件 搜救人员呢 今天又在船舱中发现了好几具的遗体 目前船难的罹难人数已经增加为50人 许多着急的家属呢 经过连日的着急等待 已经是放弃还有生还者的希望 有人要求起重机赶快把遗体捞起来 不要让他们泡冰冷的海水中 沉船事件当中呢 有位5岁的小女童被救起来之后 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 根据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呢 原来这位小妹妹 她的妈妈是越南籍 一家四口呢 正要搬到冀州找展开全新的生活 但是搭上了这艘岁月号 这幸福的一家四口 可能从此天人有格 好我们将镜头回到台湾来看到 随着天气越来越越了 各地的铜花绽放 今年铜花戏呢 苗栗县政府特别推荐了15条赏铜路线 要邀请大家一块来欣赏浪漫的胡叶雪 都要带您关心 大长花终极版昨晚凯道登场 现场除了公投盟总教蔡丁贵 独派大佬使民到场声援 买到陈维婷原位T恤的阿嬷也现身了 昨晚台北市发生歹徒闯明宅砍人事件 五名谋面歹徒闯入兔都套房 砍杀两名男子随后逃逸 幸好伤者送立后无生命危险 先休息一下更多新闻内容 稍后带您关心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大长花终极版开奖 昨晚在凯道登场 因为地点靠近总统府警方严正以待 150名的警力戒备 不爱特区更是提早就封路了 活动也只好一道凯道和公园路的交叉口进行 现场除了公投盟总招蔡丁贵 独派大佬使民到场山源 还有买陈维婷原位T恤的阿嬷也现身了 好接着来看到跟世界大城市相比 在台北买房最难了 得要不吃不喝15年才买得起 不过丽宝建设董坐吴宝田却以自己为例 他说38年前月薪财2000元 那为了买第一间房子 也是得忍15年不吃不喝才买得到 认为呢现在的房价并不会太高 不过以吴董事长的说法呢 用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月薪 22可以来推算呢 要买和同样大小的房子 得要65年不吃不喝才买得到 好如果您最近有到西门町老店平常美食呢 可能会发现想要在一楼就近找东西吃 饮食店面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得要多走几步路要上楼才能吃得到 就是因为西门町一带房租飙涨 导致经营多年的老店呢 都得改搬到二楼继续营业 老板坦言很无奈 毕竟二楼的过路客人潮呢 来的没有一楼的店面多 但是租金确实能够选下一到二倍 当然得往楼上进驻 悬浮为例呢 时常造成空气污染 主要的来源就是工厂排放的废弃物 为了降低污染 云林县政府眼里在每年10月至隔年的3月 限制工厂燃料的含流量 不得高于0.5% 违反规定呢 将会勒令减少两成产能 好来关心 2011年10月 西大超商县主咖啡呢 不约而同的一起调涨5元 公平会当时认定是联合涨价行为 重罚2000万 但超商联手提行政诉讼 无经最高行政法院呢 认为超商咖啡涨价 无法找出直接证据证明有联合行为 判公平会败诉 回线巨招来关心 昨晚9点多台北市发生 歹徒闯入民宅砍人事件 为在中山区林森北路与农安街口的一间出租套房 遭到5名谋面歹徒闯入 迟到砍杀 两名男子随后逃逸 那幸好伤者送医后 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调查呢 被害人与歹徒有2万多元的债务纠纷 已经锁定特地人士追击 从台南发迹的阿社干面三年前 微风集团取得经营权 为了拓展网路通路 以阿社食堂 阿社.com注册商标 但是因为台南阿社饭店呢 在2009年就以阿社商标注册了 最后被智慧财胆局打回票 阿社国际不服告上法庭 但法院认定阿社是阿社饭店 自创用字具有识别性的商标 所以判决阿社饭店胜诉 好来看到社福团体 家福基金会 最近在举办保护儿童的活动 为了实地了解民众的反应呢 家福基金会的义工 特别在人潮众多的台北车站 演了一出爸爸骂小孩的行动剧 但是等了将近快3分钟了 却没有一个人出面制止 家福基金会表示呢 保护儿童绝对不能沉默 适时的伸出援手 就可以阻止一场受虐案的发生 好另外来看到美国 有搞怪行动艺术家 把猫布和发出猫叫声的婚戏 放进箱子里 在路边的狂踢箱子 以试探民众的爱心 结果呢真的有不少人 伸出援手出面阻止 打电话报警 那有人甚至和艺术家发生推挤 建议勇为的举动 让人看了相当感动 世界蝶杯大赛下周六将在南韩登场 台湾代表队30名选手呢 利用赛前的最后一个假日进行集训 其中13岁的女孩杨竹军呢 目前是三项世界纪录的保持人 这回参赛还将受邀上台表演 队伍里年龄最小的选手 具有8岁 来看看他们练习的模样 好现在逛购物中心 也可以近距离的接近先进的国防武器了 国防部19号将刺针飞弹 红雀二行 无人飞行载具 雷体2000等国军的新式武器 搬到了高雄购物中心的广场 各部队也卯足全力 秀战绩外也展现年轻活力 希望能够招募新兵 来看到这家生产BB枪的工厂呢 堪称是台湾BB枪界的教父 规模最大也是最元老的制造厂 生产的枪支大小和外形都跟真枪一样逼真 就连美国军警训令用的BB枪呢 也是跟他们购买的 外销70多个国家年产值25亿 可以说是另类的台湾之光 那老板今年60岁 从小就喜欢玩枪 小时候呢一拿到压岁钱 就去买玩具枪 长大后更是把这个梦想当作一生之夜 反看到受到气候影响 不少的农产品产量都减少了 不过阿里山茶却传出好消息 以产茶闻名的阿里山 目前正是春茶的采收期 带着斗笠的农夫在茶园中忙着采茶 也成了现在阿里山的特殊景象 根据茶农表示 今年阿里山的春茶产量呢 应该不错 平均一斤2000元左右的价格 让茶农忙得很带劲 当带您关心 人气团体号早想起 最近发专辑忙得不可开交 路美式节目的时间是越来越少 节目看似风光 全初连固定班底旁排哥阿松 为了陪家人 最近也向制作单位请辞 简休息一下更多的新闻内容 广告后带您关心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新闻市平溪地区的天灯派出所 终于在3月14号启用了 整片帷幕都是LED灯管 晚间不只有灯光秀表演 民众还可以花150元 就能释放电子天灯 但是释放的画面 只出现大约10秒钟 却要价150元 被游客嫌实在是太贵了 不过负责承办的单位表示 未来会考虑加长电子天灯的秒数 也强调环保无价 不应该只是秒数的长短抹杀了电子天灯的功能 原来消息来看到一人号角想起 最近发专辑是忙得不可开招 录美是节目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两兄弟每周只会固定出现一天 那节目看似风光 其实很折磨人 因为就连固定班底的旁白哥阿松 最近也向制作单位请辞 那理由是想要专心的陪家人 少了综艺咖 灵魂人物也请辞 也让节目收视备受考验 那么以上就是这节的 怀语整点新闻 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凌云荣 我们再会